就因为乾隆皇帝这两句话 这大个永皇三个永章 自此与这皇位算是毫无关系了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先得给您拜个年 祝您在这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健康康的 硬硬拉拉的 其次得跟进这道个歉 为什么呢 因为咱不是断更几天了吗 说实在的 我的老听众都能有个理解 过年了吗 佳节来临啊 谁都有个迎来送往 您说是不是 这主播我也是 总不能关起门来过日子 走窗户不是 得嘞 咱们闲言抛开呀 书归正闻 我继续给您说呀 这乾隆皇帝和孝贤皇后的故事 那这会儿有好朋友就得问了 说年前的时候 你不是把这孝贤皇后 已然说死了吗 怎么孝贤皇后还有书啊 哎,还有 因为这孝贤皇后死后啊 还有故事呢 就在乾隆十三年的三月十一日 乾隆皇帝东旬回京的路上 哎,在德州帝界上 年仅37岁的孝贤皇后 香消玉允,撒手人寰 驾崩了 关于这严实笔记上是如何评下 乾隆皇帝跟孝贤皇后的关系啊 咱们上文书已经掰试过了 哎,那多数啊都不贴谱 那么正史观书是如何记载的呢 首先是说呢 这皇后驾崩以后 乾隆皇帝呢是非常的伤心 哎,他命人呢 把这个皇太后的这鸾驾 护送回宫 然后自己呢 亲自护送大型皇帝的子宫 当然了 这大型皇后的子宫啊 肯定是设在了船舱当中 这艘最后陪伴着孝贤皇后的宇州啊 他还有个名字 叫什么呀 叫清雀坊 这孝贤皇后一生最后的时光 都是在这艘清雀坊上度过的 于是这乾隆皇帝他揉揉眼皮 做了一个决定 我倒是认为从这会儿啊 这乾隆皇帝啊 已然就失心疯了 他跟这帮大臣说呀 这艘清雀坊 是这孝贤皇后最后的居所 所以说呀 要把他搬进京城 以做纪念孝贤皇后之用 这大臣们一听啊 立刻就傻眼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艘船呢 体积庞大 根本就进不了京城 可是这会儿的乾隆皇帝 正在悲愤当中 这大臣们都知道 心里明镜似的 谁去跟皇上提这事啊 那就是一个死 可是要说这船呢 运不进城里去 那还是一个死 可能啊 死得更惨 于是啊 只有冒死觐见 跟这皇上说呀 说起坐我主万岁 这条清雀坊啊 实在是运不进京城当中 您看啊 咱们要是走水路进船闸 把这船的使进石海 可是啊 这航道窄 船闸小啊 根本就进不去 如果我们要是耗费人力啊 把这船从城门洞运进城呢 城门洞窄啊 这船宽也是进不去 这大臣们有个琢磨呀 他们想啊 这乾隆皇帝 那是有道明君 那一定啊 是听从大臣的意见 听了这些话之后啊 这船就不运了 谁想着乾隆皇帝 听完之后 一拍桌子说呀 即便是拆成墙 拆成门 也得把这船给我运回来 哎呀 这大臣们就犯了难了 拆成墙啊 那惹定是不行的 那是破风水的事啊 能干吗 这真要是破了这 大清国的龙脉风水啊 哪天这皇上老爷子想起来 死的可就不是自个儿一个人了 弄不好啊 株连九族 豁灭全家 那这么说就没办法了呗 哎 他有聪明的呀 幸亏有这么个人 时任李不尚书海望 他给这皇上啊 和满朝文武出了个主意 他说呀 从这城墙上啊 驾木轨 把这船呢 从这木轨上推上城墙 再从那边啊 沿着木轨放到城里 即便此法成功啊 也是耗费了上千名的工人 费了吃奶拉水的力气 才把这清雀坊啊 是运进了京城 这劳民伤财 拆毁了多少民房啊 那就别提了 可是后来这清雀坊 具体安放在什么地方啊 也是没人知道 有人说是不是停在了这个圆明园 或者是清一园呢 也就是后来的颐和园呢 那这路专家的推测呀 那简直就是胡了天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呀 要是往那放啊 干嘛还费劲巴拉的往城里头倒啊 绕着城墙 不就到了吗 至于这皇后的死 是否让这皇上啊 得了失心疯 在这个皇后葬礼花钱上啊 也能看得出来 这孝贤皇后刚刚崩师不久 乾隆皇帝就下御址 让礼部啊 向户部先御支了三十万两白银 做这皇后丧仪之用 按规定啊 这皇后的子宫啊 应该停放在景山的观德殿 这皇上想啊 这观德殿啊 年久失修 于是啊 就决定翻盖观德殿 那可是建宫殿 那想来是一厢巨大的工程 那可不是在街边上盖个观眸房 好家活的嘞 广是工人啊 就动用了八九千之多 十万两白银 他愣是没够用 尊化皇陵 乾隆皇帝的御陵 当时还没有建成 这皇后也不能总在这景山后边 观德殿停着呀 还得给这大清皇后的子宫啊 找一个赞安处 按照大清国的祖法救治啊 这个赞安处啊 应该在静安庄 这乾隆皇帝就觉得呀 这静安庄的殿宇呀 实在是太小了 又决定扩建 这一下子又耗费了十余万两的白银 重建了大殿宫门配殿筹房 一共新建了三百余金房 那有人就说了 广凭这个你也不能说 人家皇上就得了失心疯啊 这大清国都是皇上老爷子的 那钱还不是自个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吗 也罢这花钱的事啊 咱暂且放下不说 咱再说说这乾隆皇帝 其他失心疯的地儿 这大清皇后的子宫 安放到景山观德殿之后啊 所有的这个皇子贝勒 以及啊 这王公命妇们啊 都要定时的 到这个观德殿来呀 哭记 有一天啊 这个众人正在哭记的时候啊 皇上来了 这乾隆皇帝来到观德殿 一看呢 立刻就村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他发现啊 这皇长子永皇 和这皇三子永章 并不是动足垂胸的哀嚎 而是啊 跪在一旁默默的室内 表现出的哀痛之情啊 并不足 这皇上一想 这两天大个的行径啊 那更是来气了 他觉着永皇啊 每天早上起来照常办公 并不是啊 像死了妈妈那样的悲痛 表现出啊 失魂落魄的样子 那这是为什么呀 嗨 这原因很简单啊 因为这皇后娘娘啊 并不是这二位的亲妈 这女儿几个呀 除了年节能见面以外呀 这皇子给皇后请安 平时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 所以说这悲痛是有 但是它必然没有那么强烈 于是乎呢 这乾隆皇子就身痴二人 于孝道礼仪 为客进处甚多 他越说越生气 于是还猜色了永皇这会儿的心思 他说呀 以比愚昧之见 必为母后邦是兄弟之内 唯我居长 日后除我之外 谁可奸成重器 此为关系重大 养成祖宗 统绪垂及子孙 孟子曰 以天下与人意 为天下得人难 实为智论 从前 以大哥断不可立之处 朕以洞见 屡降止于纳钦 赴衡以 他说这大哥呀 他惹定是这么想的 他想啊 这会儿啊 这皇后母一病逝 这兄弟们里边呢 就是我是最大 所以啊 以后这客程大统的事啊 那妥妥的就是我永皇的了 老皇上说呀 你呀 别想 哎 这孟子曾经说过呀 这个天下给别人容易啊 让人做的好可就难了 就凭你永皇啊 皇上这工作 你是断断的做不好 再者了 我早就说过 这皇位是断不可传给大哥这种人的 你要不信呢 你就问去 我跟这个傅衡和纳钦呢 已经说过好些回了 那么他又是怎么说这三阿哥的呢 他说 今看三阿哥 亦不满人意 连已十四岁是全然无知 此次皇后之事 一遇人子之道是毫不能进 得就因为乾隆皇帝这两句话 这大哥永皇 三阿哥永章 自此啊 与这皇位算是毫无关系了 说起来啊 这二位皇子啊 虽然是顶头大 大阿哥那年啊 不过才二十一 这三阿哥永章啊 那一年才十三 这也直接导致了这两位皇子啊 没过两年是连下带病都早早班班的 到这地底下 去侍奉这皇后妈妈去了 你说这跟谁说理去 这还是乾隆皇帝啊 对皇子的态度 他对这大臣男的更狠了 明儿啊 我就要跟您聊聊 这乾隆皇帝 因为皇后的死啊 是如何杀大臣的 得嘞 我是啊 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否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咱们呀 明儿见